关于怎么不让网站加载谷歌字体,有几种方法和大家分享一下。 怎么才能让网站不加载谷歌字体呢? 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插件。 这种插件很多,而且都是免费的。 说一下它的原理。 当用户在打开网站首页的时候,他需要加载很多东西。 这个之前介绍过。 我这是举个例子。 这是它的原始地址,这是一个字体。 但是我们不能访问。 我们可以使用替换插件。 这个替换插件安装启动之后,它自动会把主题用到的这个链接,会变成这个链接。 后面的文件是一样的,但是前面的域名是不一样的。 这个域名我们不能打开,但是这个域名我们能打开。 这个域名所访问的这个文件在我们国内的服务器。 这个是在国外的服务器。 这样就解决了,我们能正常使用谷歌字体,但是不需要连接国外服务器的问题。 这个文件是谷歌字体的镜像。 像这种文件有很多。 这是第一种方法。 如果你做的是一个外贸网站。 就是前面说的这个外贸网站是不需要用这个插件的。 这个需要特别说一下。 为什么呢? 因为我们做的外贸网站面向的是国外的用户。 他们大多数或者基本上都能够正常访问谷歌字体。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替换。 如果我们使用了替换插件,把这个谷歌字体使用了国内服务器上的谷歌字体。 那么你面向的这些用户群体,他们可能在欧美,他们在打开网站的时候,他们需要从中国的服务器上去下载这些谷歌字体。 对于他们来说,速度是慢的。 所以你要是做外贸网站,不要使用替换插件,直接使用主题的默认设置。 但是这里面又有一个问题。 你作为网站的管理者,你有可能无法正常的设置或者显示。 谷歌字体。 因为你的网络有问题。 那又是另外一个话题,不在这个视频讨论范围内。 除了替换插件,还有别的方法。 那为什么还要别的方法呢? 这个替换插件不好吗? 对,这个方案并不完美。 为什么呢? 我们目前用到的国内镜像谷歌字体的网站或者服务,或者是服务器,或者是机构并不多。 基本上都是非盈利性的机构。 他们这种网站或者服务器所在的网络兼容性并不是很好。 并不能很好地兼容到我们国内的各个省市。 而且也不一定稳定。 比如我现在在北京用的是北京联通的网络接入互联网,使用一号镜像文件是没问题的,速度很快。 但是如果我在深圳,我是举个例子。 同样使用的是一号镜像服务器,有可能会慢或者延迟高。 因为它这个服务器并不完美。 虽然我现在访问的速度很快,但有可能一到了晚上,再访问到这个同样的文件可能就会慢。 这种镜像服务都是免费的。 提供的服务不稳定,或者从长远时间来看不稳定,这都是可以理解,可以接受的。 所以我们要考虑第二套或者是第三套方案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